傻屌 吃什么东西还比当兵更恐怖 全听你说快看板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游泳 我就有一个学长 他游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脚抽筋 很痛 他就停在旁边 然后经理人就这样看 我们就继续游 游完了 我经理人就拿那个包包 丢出那个门 回家 傻屌 吃什么东西还比当兵更恐怖 为什么会这样 你刚才游泳游到一半 为什么你停 因为我脚抽筋 脚抽筋就停 那如果有一天你上台 你扭到脚 整个舞台要停 这样就有道理 所以很多这样子的魔鬼训练的那种思维 就是train你 一直要往前 往前 往前 看来 好 你要让我去看看 您